先和Thomas聊聊外围的情况 这句话也不知道说了多少次 就是美股再创新高的 说说数据 因为其实上星期五数据都理好美股表现的 《勞工报》公布了 10月份飞龙新增的职位是53万1千个 比市场预期的好 当时市场预期是45万个 而且看到平均时薪也有一个增长 按年是升4.9% 到2月以来最多的水平 见到10年期债息也由10月中下旬时 去到1.7厘附近 未碰到1.7厘 开始跌 上星期五见到跌幅比较大 低位就见过1.436厘 再有消息就是周末期间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12000亿美元的基建议案 将会交给总统拜登去签署成为法律 主要是涉及几个范畴 例如公共工程 交通基建 翻身和改造等等 其实加上所有东西来看 好像都是很利好美股的市况 那你怎样看后市呢? 或者再问白点 你觉得会升到何时呢? 其实如果现在这样看来 其实比较关键是这个 我们之前的联储议息 就是说是上星期四 11月2号双合 因为我们是凌晨 上星期四 你见到它公布了减压卖债方案之后 其实市场的反应是 第一就是有点预备了 然后预备了之余 比较敏感的地方就是 其实见到之前的 整个美国十年尾债的支出率 都见到的 一直到近1.7% 但是都已经不懂得再升 然后在出了这一件事之后 就开始有酝酿回头了 因为其实即时的说法就是 主席鲁威尔也说了 就是说会减快买债的了 不过加息这方面还未考虑 这件事就比较清晰 起码是央行观点 就是说不会加住 也真是延迟了不少市场看法 因为普遍说还有机会 很多人觉得是明年的上半年 有机会赢 但是自从这个说法之后 就开始变革了 就是可能是年中 甚至乎有些开始多了很多预测 就是觉得可能是 明年有机会全年都不加 如果是聚革的话 这件事就很直接影响即时的债息 然后当债息跌回 就是大家都买债 或者觉得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时候 立刻会利好的是科技股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都见到 这个我想不是那么多人有水晶球的 就是没有人猜到 选择现在这个时间 虽然大概会 但是不会知道是选择现在这个时间 美国要开放的 其实反而上星期四、五年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我们称为美国开始重启 就是因为它真的实际意义上 是重新开放 即已经停了大半年的 虽然即时的影响不是很大的 因为大家都不会说你一开关 就立刻重新旅行 因为还有很多问题 还有它那个 但是这件事是会 气氛上 气氛上会好很多的 再加上就是 就是现在我想是有少少憧憬 因为11月到后面 就是冲击Black Friday的 这个就是历史上 就差不多美股每次都去到 我们叫做这一两个星期 就是现在到11月尾 这样之前这两个星期 一般来说都是升的 所以就变成大家都理好 就是觉得不要 就是就当是历史往迹 亦还是现在的状态 都是好像很OK 就是好像一样都齐了 又不加息 又重启 又重启 然后还要基因法案 好像一样都齐了 就变成了气氛真的会好很多 还有因为其实之前也一直有忧虑 就是美股长期都是觉得 第四季可能会压住 那变成了暂时的看法 就可能会有机会再升一段 不过留意就是 升的就已经破了 如果是顶上升很远的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看到现在的资金比较倾向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明白的 你连续升了十几天的那些 或者已经抛离之前破52周新高 之后再升了两成多的那些 有一个倾向就是 反正你都颇多的 重启又可以炒成售股 又或者再残一点的 比如这个邮轮 你见隔离华邮轮 那些都已经移动了 那行股 你有一堆这样的可以 其他资金可以去买的时候 又或者甚至乎你如果经济 刚才说的重建法案 又可能会有一堆 基建相关 又可以的时候 那就不一定要说 狂追一些很高的 什么电动车 就未必需要了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好